木瓜沙拉结合 用生菜包起来吃 清爽的口感加倍 没有看错 炸成金黄色的月亮虾饼 竟然有三公分这么厚 是一般常见的两杯扣哦 一口咬下 都是满满的草虾仁 幕后推手就是它 来自泰国的厨师李明仁 要教教大家 爱情爱的 DIY超美味的海鲜虾饼 公寓圣骑士必先利息器 我们要准备的海料有 草虾 花枝浆 猪油 太白粉 春卷皮 盐 胡椒粉 香油和糖 将虾仁洗干净后 轻开虾肉再稍微剁一下 让虾肉更Q 放花枝浆及猪油一起搅拌后 再加点盐 胡椒粉 香油 糖 以及太白粉调味 用双手替虾浆 麻沙鸡 拌一拌一拌 我还拌一拌 你要拌一拌一拌 要多打甩这样一点 让虾食会Q Q度会很Q 接着取张春卷皮 将虾浆包裹住后 再轻开虾卷 让虾浆够结实 阿美师傅球你在做什么 我在搓洞啊 为什么要搓洞啊 这个如果没有搓洞的话 价格会爆炸 就不好看 不漂亮 将搓好洞的虾饼 一片片炸成金黄色后 切成八等份 就可以沾市售的泰式名香吃咯 你可不外奖 阿美师傅的月亮虾饼 除了口感超动时 去除了海鲜本身腥味 也雾面入境随俗的多了股椒盐的香气 首客最爱吃他亲手做的月亮虾饼 它的外皮很薄 然后很酥脆 口感里面的内容还蛮扎实的 然后我觉得一般 就是泰式餐厅吃不到这么厚 这么扎实的口感 然后整只虾子 还有花枝的那个口感都咬得到 也很厚实 然后就是也不会觉得很油腻 然后皮也很滑脆 然后皮也很滑脆 这样子 将蒜头 虾米 花生米 长江豆倒碎 再加入青木瓜丝和小番茄 淋上国旺脂汁 鱼露 加点辣椒 虾米和柠檬 均匀搅拌后放在盘上备用 取片的生菜 将木瓜丝和虾饼包入 当成汉堡一口咬下 和中式的生菜虾松不同 微辣带酸的口感 会让你欲罢不能 一口接着一口吃下去 若是怕辣的人 别忘了多喝几口水来配哦 为什么你会想到这样子吃法呢 这个是我们的创意 然后我们家乡都说是 入瓜沙拉 那台湾人爱吃 台湾人说是那个 烈亮虾饼 所以你把台湾人爱吃 跟泰国人爱吃结合 如何结合在一起 嗯味道还不错啊 就是酸酸辣辣 还蛮开胃的 嗯就 感觉很有饱足感 但是又不会腻 那你有没有像在吃汉堡一样 有有那种感觉 哈哈 你哭 我不要动脱 首先要准备鲁笋 洋地瓜 红萝卜 小黄瓜 苹果 紫高丽菜丝和芹菜 切成条状后备用 接着取装米皮 把切成条状的虾饼和蔬果卷在里面 蘸酱也不能马虎哦 主厨用醋 糖 盐 花生粉 辣椒 和炸酱的蒜酥 挑出甜中带三的酱汁 非常开胃 虾饼蔬果卷的创意 是怎么发想来的 这个因为 虾饼是跟吃包丝都可以 这比较好吃 那目前大家都是 要是都就是 啊 养生 然后我们是用这些蔬菜 然后跟一样 虾饼一起吃 就是这个很棒 口感非常豐富 然后里面包裹了很多蔬菜 吃起来非常的清爽 嗯 很好吃 那你在外面有吃过一样口味吗 没有 我有第一次吃到 在外面有吃过一样的口味吗 没有 你的味道怎么 还蛮特别的 然后就是 不是这样子 只单吃原来虾饼 就是我的单纯的口感 但是其实有 蔬菜跟沙拉的感觉 有清淡和清淡 原本单调的月亮虾饼 在阿明师傅的巧克力下 变换出多种 心情不同的吃法 而且再加自己DIY 三道菜材料会加一加 只要花一百块钱左右 就能一饱口服哦 比起上餐馆点菜 省下约近五百块钱的价差 而且美味不打折 香香软软的大式 就像风格那样一样的 就像风格那样一样的